大家好,我是Manita Kaila Sananda 我的师父尼夏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神识破神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昨天大师在开示中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呢 我想在这跟大家再强调 大师说在你的灵性的道路上 你的最终极的目标 或者是人类 或者作为任何存在 也不光是你灵性的道路 就是你的人生 你存在在宇宙中的唯一的目的 就是实现和Paramashiva的合一 如果你作为人类呢 你不知道自己人生的目的 或者你知道呢 或者你知道的和我刚才讲的不同 那么这些同修都要清楚的知道 你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显化 和Paramashiva合一的境界和状态 显化它的超能力,超意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Paramashiva在繁文当中 它是一尊具体的神明 就是它是真实存在的 大师就是Paramashiva的化身 西瓦神或施婆神 然后它也代表最终极的意识的存在 是源头 所以呢 如果你的存在呢 就代表你是意识 如果你是意识 你存在的唯一的目的 就是实现与源头的合一 这样的境界 你知道你就是万物的源头 你就是最伟大的意识的存在 你就是造物主意识源 这是所有的所有的意识 存在唯一的目的和意义 所以呢 在这个基础上 大师说 当然更有幸运的人 是走灵修路的人 当然如果不灵修的人 他们的人生目的也是一样 这些人就比较惨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是什么 还在玛雅中 去这个挣扎 在生死轮回中挣扎 新都教呢 就是Moksha 这个开悟为最终的目的的 只有开悟呢 才能让你呢 超脱所有的生死循环 在这个基础上 大师说 你就是要实现最终的开悟 要实现和Permasheal合一的境界 这才是你的目标 在这个路上 你如果是在灵修 尤其是最幸运的人士 跟着阿凡达灵修 就是尼西亚南达大师的信众 或者徒弟呢 你是会显化财富 健康 人际关系 也就是说 你的人生的问题不是穷困 而是太富足了 这样的反倒会造成一些人呢 停留在自己的贵族的沙发里 就动不了了这样 大师就跟这些人讲呢 即使是你有一个贵族的沙发 你显化了所有的财富和奢侈呢 你也要告诉自己 这还不是最终极的 这个不管是Indra Luka 还是Deva Luka 你的最终的目的是Kailasa 意思呢 是说我们的宇宙呢 是有14个世界Luka 地球呢 是第七个世界Luka 它叫Bulluka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上有更高级的世界 包括Indra Luka Deva Luka 然后呢 Kailasa是最终极的Luka 它是最 最至高无上的 最中 最高的 所以呢 你不管停留在其他Luka呢 你到了那些Luka 你也要知道自己不是最终极的 你还要往上再走这样 所以呢 大师就说 这些人要有第一的 要有勇气呢 就是你要有勇气的 继续让自己往下走 让自己清晰的知道 这一切都是 可以享受的 但是不是我最终的目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享受你的贵族沙发 但是你要知道 它不是你的终点呢 不是说你不能享受 你的奢侈和富足 所以呢 这个话就讲得很清楚了 灵性的路呢 是要一直走到尽头的 就是不能停下 不要让自己有任何的 带质或者松懈 不要让自己对自己的现状满足 即使大师 他作为Parmashire化身 整个宇宙还都在扩张 大师也在不停地提升自己 所以呢 我们也要像大师一样呢 至少你先实现 和Parmashire合一 开悟的境界 然后你再说 你的下一步做什么 在这个之前 不要让自己陷入 自己的贵族沙发 动不了 这是大师的 主要的 要讲的点 所以呢 在这提醒所有的同修 希望大家都能 在灵性的路上 不停地追逐 追求 只有这样呢 你才能够 真正地实现 你内心的这个满足感 你的这个奢侈呢 它不是你的终点 当然它也不是一个罪行 你有它是很好的 你可以继续享受 但是你要知道 包括这个也不是 你的最终的目的 大师说呢 有低点 有勇气的这些人呢 才有资格加入到 我们的Kalasa的 我们的废陀 或者是印度教 新都教的 我们的行政团队 我们的议会啊 所有的这些部长啊 都必须是 要有这个低的 有这个勇气的这些人 才有资格加入 所以呢 希望所有同修 继续关注 我们的开示内容 然后了解更多的 大师讲的 有关我们的政治体制的 这些讲解 和相关知识的讲解 还有呢 希望所有同修都加入到 Paramashivoham的课程 毕业之后呢 来到我们Paramashivoham的 这个志愿者团队呢 在这个平台上 一直一直的让自己提升 感谢大家 每天当灯 我们的词 感谢观看